M16A4性能如何?哪种射击模式最好用? 今天带你真正了解它 M16A4是一把地图步枪 使用5.56毫米子弹 初始有单发三连发两种模式 装备撞火枪多后默认变成全自动模式 初始弹容量30发 装备扩容弹侠后增至40发 具体属性是这样的 打身体是40点伤害 打头部是94点 打四肢是18点 打脚是11点 射速有三种 单发模式射速为7.59发每秒 三连发模式为9.93发每秒 全自动模式为7.84发每秒 秒伤也有三种 单发模式秒伤为303.6 三连发模式秒伤为397.2 全自动模式秒伤为313.6 一般米具体率减一点伤害 装了弹夹后 打完子弹换弹为1.6秒 留有子弹换弹为1.4秒 子弹出速为811米每秒 配件方面能安装描具 枪口弹侠和枪托 描具方面近战建议选红点 中远战当射手步枪用就选6倍镜 枪口近战就选补偿器 能提高稳定性提升钢匠胜率 远战就选消音器增加隐蔽性 弹侠必选快过弹侠 加快换弹和提升弹容量 枪托能装装火枪托和战术枪托 讲究全自动模式就装装火枪托 不想用就选战术枪托 降低后座力增加稳定性 M16A4的优点是换弹快 子弹出速快 满配稳定性强 三种射击模式中 三连发模式射速最快秒伤最高 全自动模式中等 最后是单发模式 所以近战还是更推荐使用三连发模式 远战推荐用全自动模式 远中近距离都能用 适合所有玩家